所以我們了解的命局裡面,有拼音、有三觀、有七煞 不是說,知道了,沒事,回家睡覺,然後等遲,等了三觀來,等了七煞來 不是這樣子嘛,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因果業力,你要直接去面對它,處理它 講得簡單的,我們很多人都會過敏,像老師也會過敏,海鮮就不能吃啊 尤其是一些螃蟹、蝦子,不能碰,一碰一吃,全身腫得跟豬頭一樣 那我們很簡單嘛,我們就不要吃嘛,不吃螃蟹,不吃蝦子又不會死 還有多東西可以吃嘛,所以,首先,你不是了解自己的體質了 你幹嘛還硬著頭皮要去試,那就先遠離什麼,過敏遠嘛 有些人對花粉會過敏嘛,你不要春天到了,每次要跟人家去牙門上長花 你去找死,是不是,你就不要嘛,先遠離過敏遠 所以它有偏硬嘛,問題找出來了,就讓它先遠離會觸發它那種偏硬 精神因子的環境跟地方嘛,然後再慢慢的用另外的方式來穩定它的精神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敬你過來幫它,所以像有些拼硬的人,每次都懷疑老公 有沒有外遇啊,每次疑神疑鬼的啊,心放不下啊,那有時候 我們就透過這種面禮告訴他,那個都是你自己擠了憂天事,在那亂想 根本就沒這回事,不然你不相信的話,來,我在教你疫情不管 你自己問菩薩,看是不是這樣子,菩薩總是不會幫你老公來騙你吧 沒這個必要嘛,那這個就是我們學這些學問 就是諸佛菩薩,把異星啊,八字啊,子威啊,這些學問來流傳給我們 就是要幫助我們,能夠來開我們的智慧,讓我們免去什麼 免於恐怖,跌倒夢想,那你要有這些東西來幫助我們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所以它是個工具 佛法是個工具,易經是個工具,八字,命名都是個工具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重點,我們就要來善用這個工具 不要被這個命理,有時候被它牽著鼻子跑 所以學習命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學會怎麼樣 知命,改善,學會如何,掌握命運 有些人跟我嗆聲,老師,我是個意志很堅強的人 命都把操縱在我的手中,我說你操縱到什麼東西,你告訴我 好,你先告訴我,你覺得你是什麼樣的個性的人 這樣了解嗎,你說你是,明天掌握他在自己的手中 我當然可以相信你,但是,你總要說幾件事情讓我來聽聽看 第一個,你先說你個性是什麼,要不要讓我來了解一下 很多人只會嗆聲,連他自己都不了解他是什麼樣的個性的人 搞不好我看到他八字以後,我還可以講回去給他聽 是不是,你有自閉請下方沒事,搞不好看著外面表現很剛強 然後看著那個聯繫性、輕音、自我心的話 還會躲在客廳旁邊透透流眼淚,他說,老師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你命裡面,搞不好命主是什麼 什麼魁水的啦,還是他什麼有乙目的啦,很感性的 當然就說,還不正硬的,表面裝得你不會很堅強 什麼命運掌握在你的手中,變人的,你連你的個性都不知道 是不是如此,就這個學問,對我們最重要的幫助 讓我們啊,能夠很誠實的來面對自己 騙不了人的啦 你有什麼樣的業力福報因果,我們一看都知道了 知道嗎 老師,他這樣子的話,他就類似的講究大家一起 不是信佛,你要學習,還是一個觀念 知己知彼,要從學習了解自己來著手 我們有時候一定要來學命理 但是命理是一個很好的管道跟方法 你們來學悠蘭克一個半月,有沒有已經掌握自己 整個八字的概況了 是不是 有些什麼情緒管理的啦,還是心理學啦,告訴你 講的都頭頭有力啊,轉用到自己的身上啊,一點用都沒有啊 因為那是荷爾蒙基因在刺激 啊,要他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我告訴你 在這個時間段的話,他急上來的話,要他不生氣也騙人的啦 照樣生氣啦,嗆耳鼻子多快啊 是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本性 客人們講,江山一改,本性難以 所以 他流年這樣子越來越大 當然啊 對 沒有辦法跟方法 還講過了吧 他一定要先了解 他必須要來了解以後 他才有辦法來幫助他自己 那我們旁人想要幫助他的話 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要引渡他 引導他來幫助他來了解他自己 然後引導他進一步來學習如何改變自己這個因果業力 控制自己這種業力對他自己的干擾跟影響 知道嗎 你沒有辦法直接給他什麼幫助啊 唸經啊,辭職啊,迴向給他 那一點用都沒有 知道嗎 要勸他來學 對,要引渡 所以佛法裡面也很強調,引渡這個概念 勸他來學 為什麼孟夫要三千 知道嗎 環境的身教 是不是最重要 比言教重要嘛 這才是一個根本之道 你來學習 帶他一起來學習 讓他了解 原來我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那種 覺悟的心 醒悟的心 才會起來嗎 為什麼 我的命格 這樣子 八生命盤 一打出來 一看就清楚明白 是不是 我以前都是很貼紙的啊 那為什麼到現在不敢貼紙呢 命盤就是如此啊 以前沒有發願 沒有來做些善事的時候 一切就是照命運 照著業力來走啊 我的老師說我該離婚我就離婚啊 公司該倒就該倒 老婆該跟人家跑就該跟人家跑啊 該發生車禍 撞著鑰匙復活了 就發生車禍撞著鑰匙復活了 那你想不想去 在鑰匙的人啊 我告訴你啊 碰個一次兩次啦 那個牙齒掉光了 哪有機會讓他拿好鑰匙 聊到自己嗎 可是我有一個同學命來跟他不想 只是他的天命都在想 那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好 勸他來 可是他上面 整個都改變 我們要強調那個概念 同樣的心術 位置擺不一樣 包括這個命組不一樣 那個環境都變掉了 這個位置不一樣都變掉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從一而論 那如果你對他有興趣的話 你就趕快請他來 約我們禮拜五的預約服務 請我們的服務的老師啊 來幫他做批解 如果他來不及來學習 那就要講得很準 再請他來上課 像禮拜五初階的八字的課 應該上一堂課兩堂課了 如果他有興趣的話 還趕得急 那他要上我們這堂課的話 就還在等兩個月 禮拜天的 還要在一個半個月 還要在一個半個循環 這邊 他卡得過一點的話 可能要到明年的這個農曆 禮拜天的初階八字 他才上得到 好 先看一下他的 然後為什麼跟他講 那個禮拜五 我沒有本人的話 我沒有做論迷服務 除了這個 上課的案例之外 好 那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這個 八字出現的整個課程 我們就先到此告一段落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 要繼續學習上課的話 可以繼續參加 我們八字中間的課程 再來講他那邊上課 那八字中間的課程 也是四個月一個循環 所以你們也不用擔心說 我現在如果報名去上課了 那只上到一半 怎麼辦 沒關係 現在已經上到 差不多兩個半月了 那你就先從後面接著上 上一個半月以後 再回過過來上 整個新的課程 因為我們的課程 都採取這種循環式 這樣了解了嗎 中間也是一樣 也是四個月為一起 現在一直循環的上 所以你現在對的時間 你都可以報名進去 參加這個八字中間的課程 沒有上到的課程 你下一個再回 或是你下次又再上一遍 都可以 這就是我們整個 初間中間的課程安排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先上到這裡了